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碗状 能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秘密 我决定公开和大家分享 来帮助大家使用最少的时间 赚最多的美元 哈喽大家好 我是Cash 我们只需要掌握我自己正在使用的小技巧 我们就可以什么技能都不需要 只需要会上碗 我们就可以在10天以内 每天至少赚取30到40美元的收入 但是还是需要投入一些时间 虽然说你不需要任何技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还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最快的知道更多的赚钱策略 在别人知道之前把钱给赚了 好的 今天我们会使用到三个网站 我们需要先来到这个叫做Rumble的网站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赚钱平台 我们只需要学会一个小技巧 之后我们只需要复制和粘贴即可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在首页这里看到 这个视频是4月4号上传的 有5600个观看 但是他挣了10美元 这个视频是4月22日上传的 就几天前有37000个观看 大家可以看到细节在这里 这个视频只有19秒 还不到一分钟 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不需要拍摄任何的视频 只要大家按照我的小技巧 我们的收入就可以远远的超过50美元 我们的账号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订阅 因为这个网站会自动的把我们的视频推荐给其他人 和YouTube相反 YouTube非常不喜欢新的用户 但是这个频道他非常喜欢新的用户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 做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收益 很明显大家这个策略 当我们上传的视频越多 我们就可以赚取到越多的钱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可以创建多个账号 来进行多个账号 同时上传来赚钱 从注册账号到获取到资源 在上传视频根本不需要5分钟 只需要你把今天的视频看完 这个技巧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一直在使用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大家也可以先来到这个网站 查看一下视频 什么样的视频类型是赚钱最多的 什么样的视频是赚钱最少的 我偷偷的和大家说宠物的视频 收益都是非常不错的 记得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一个视频有1600次观看 但是他只有1.02美元 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视频长度超过了一分钟 普遍大家进入视频后 看到几分钟的视频 其实心里都会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太长了 所以他会跳出去 所以收益就低了 但是我们想一下 当你看到一个视频 10秒15秒左右 当我们看到短视频的时候 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会觉得 这个视频就只几几秒 不会浪费我特别多的时间 我们就看一下 其实普遍来说 我们并不会关掉 因为他只有十几秒 也不会浪费特别多的时间 就是利用这种心理 我们才可以赚到钱 好的 现在我们需要来到 网站的最上方这里 点击这里的sign in 我们需要进行注册一个账号 这里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如果我们没有账号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来创建一个账号 或者我们使用Facebook 谷歌 Apple都是可以的 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谷歌 因为比较方便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和刚刚大家一样 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 因为新的账号容易讲解 只要你使用超过两天 你就知道为什么新的账号 会比较好讲解了 因为你的账号 会和新的账号 看起来完完全全 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先和大家聊一聊 该如何收款 大家最重要的 我们肯定要先聊 我们现在只需要点击 我们头像这里 点击这里的ending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我们挣了多少钱 这个图是我们每一天赚的图表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账号 所以这里是0 非常的正常 当我们赚到钱后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的account overview 我们点击完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叫做cash 我们点击一下 这里是需要我们 先验证一下我们的账户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以让我们验证账户 但是这里写的是美国 因为我在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可以 大家不需要担心马来西亚 中国台湾 香港 印度 任何地方 日本都是可以的 你只要选择你的地区 然后输入你的地方号码 你就会收到一个验证码 当你收到验证码后 我们再点击这个checkout 点击完后 我们只需要设置 paypal来进行取款 非常的简单 好的 在进入第二步之前 我还是要和大家再强调一次 再说一次 这个网赚的精髓 大家需要先来到这个网站 查看一下视频 什么样的视频赚钱 什么样的视频不赚钱 来确定自己的主题 然后再开始去资源里面找视频 虽然说宠物赚钱 但是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 都知道宠物赚了钱 全部人都去做宠物 可能宠物就不赚钱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稍微花一点时间 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视频会赚这么多 为什么那视频赚那么少 我是不是要做这样视频的题材 确定一下自己的题材 这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大家花一点时间 不会花特别多 好的 现在我们需要来到youtube 大家没有理解错 我们需要在youtube上寻找视频 并不是任何的视频 都是可以使用的 因为如果我们使用了任何的youtube视频 我们会有版权的问题 我现在就和大家分享 你该如何做 该使用什么样的视频 在youtube里是合法的 例如我就使用宠物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搜索的主题是可爱的小狗 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过滤 然后选择这里的知识共享 当我们选择了知识共享后 这些所有的视频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点 大家需要注意 最好是短视频 如果你能找到10秒以内的视频 是最好的 不行的话 20秒15秒左右都是不错的 千万不要找超过一分钟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分钟的视频 其实是非常不挣钱的 我们来稍微的查看一下 使用什么样的视频 这里就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说这youtube上只有一次观看 还挺惨的 但是无所谓 我们不管在youtube 我们只要用这个视频 12秒 我们可以使用 我们就可以撞到钱 我们就使用这个 我们现在需要先来到下载youtube的平台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下载youtube的平台 叫做yt1s.com 我们现在只要进入 进入往后暂停一下 然后点击这里的分享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这里 convert一下 我们就可以下载了 最好 我们看一下 它清晰度有1080p 我们就下载1080p 好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视频 我们下载了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需要重力名一下 它 我们需要把yt1s给删掉 直接就是qpapi 然后1080p删掉 点mp4就可以了 需要重力名一下 不然名字太糟糕了 好的 当我们下载好视频后 我们需要返回到rumble 这个网站 选择我们头像这里的一个上传拍摄的照片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第一个upload videos 好的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页面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 然后把我们的刚才的视频给上传上来 非常非常的快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子就百分百了 然后题目这里 大家肯定会觉得题目该怎么写 你只需要回到YouTube 就例如我刚才的YouTube的视频 名字叫做qpapi 我们直接就写qpapi就好了 然后这里的简介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回到这个网站 然后看一下 它也没有什么简介 这里它简介非常短 可以用的 它这里写的是宠物视频 是给我们来来放松的 我们直接复制它 然后返回到网站 我们连贴一下就好了 然后它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了 我们该写什么 我们就随便加一点 例如smokeqpapi 就是非常小的开的狗 这里的tonio 这就是缩图 其实跟YouTube一样 就是分面 跟我们看到视频后分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一个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我是推荐大家自己做一个 但是如果你不会做的 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一个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给大家演示了 这些撞到视频的 它其实也没有自己做缩图 它只是用视频里面的缩图 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就选择一张 也没问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tags就是标签 标签 我们该写什么 我们可以写和我们主题相关的 例如smoke就是我们的题目 smokeqpapi 是cute 或者就是dog 类似这样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直接点击upload 好的朋友们 现在你要集中注意力 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你会前面所有的小技巧 无论你做的多好 这一步你做错了 不好意思 你装不到钱 一毛都装不到 在这里有4个选择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 我们千万不要选择personal 因为这里写的如果我们选择了personal 这个是无法撞取到任何收益的 我们也不要选择rumble only 因为我们的视频不是独家的 我们也不能选择第一个的video management 因为当我们选择这个后 我们上传视频 视频就会出现在youtube里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不想我们的视频在youtube上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可以在网站里 撞取到收益的同时 我们的视频也不会出现在youtube里 这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选择了除了这个的 其他三个不好意思 你是赚不到钱的 在底下我们需要填写下细节 第一个这里 我们只需要填写 这视频里是什么 例如我的视频是宠物 我可以直接写 就是dog puppy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录制的 我们可以写今天的日期 我们填写一下 就是youtube instagram tiktok snap chart 那个 username 就是我们的名字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youtube的名字 大家现在真的看我youtube 应该都有youtube账号 就把自己的youtube名字写上去 就没有问题了 再打勾一下 但是我们不是两个都打勾 我们只需要打勾底下的这一个条款 我们点击一下smend 我们视频就发送出去了 但是我们并不是上传一个视频 就可以躺在床上睡觉 一个账号 每一天可以上传5个视频 所以我们需要创建多个账号 来进行最大化我们的收益 如果你只想每天上传5个视频 其实也是ok的 但是一开始发展的会特别的慢 需要更多的时间 才能够撞到不错的收益 因为这个是走量 而不是走质量 如果你想走质量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些youtube视频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要走量也想赚钱的话 这个网账非常适合我们 所以这个网账策略 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 我们只需要多注册几个账户 不需要10天 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撞取到40美元的收入 很少能知道的技巧 也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影片里 获取到启发和收获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还请记得一定要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话呢 也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 打开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